那么当然了 我们的这个列祖列宗也好 那么我们这个所有相应的有缘众生也好 他们在生命解脱的时候 并没有完成这个六遥皆阳大明中史的 这一个清且明的一个生命过程 所以是他们需要我们活着的人帮他们一把 这就是清明解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事情 并且最好是做一个全套的 如理如法的去做一个全套的事情 而不是丢一望三 或者是丢了这个忘了那个 最好是应当做的全部都做 除了大家要自修自证 是自己的道场 在清明这前十天后十天 加清明节的当天 这二十一天里面 能够恒定的燃烧自己的炉火 恒定的燃烧自己的胸腔的心灯 恒定的长泉西天月 这个利用三七二十一的三生万物的三个七 天地的先天树 使自己保持这一年的清且明 这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同时把我们基因中的黑子 白子都释放出来 使它光明化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程 一个实用技术 所以说我们呢 给大家安排了这个清明 法会 清明超度 清明的这个火供 这样三个大环节 包括祭祖 清明祭祖 包括清明的供养 这五大环节 来帮助大家全息的 全方位的 无以遗漏地去完成 这个清明时灵 清明时空 我们应当为自己的身心灵所做的事情 大家要重视清明节 一要重视祭祖 为什么要祭奠自己的祖先 过去的九族 过去七世父母 去七世父母的九族 我们今年开始在这个 这个祭祀堂 我们的万幸祠堂 这个安理过去七世父母 七世父母的 这个九族的 这个神位 祭祀牌 之前很多人立了这个四姓 祭祖的 这是你今生父母 和今生父母相关的九族的祭祀 那么我们今天已经布置了 就是开启一个 增加一个 过去七世父母 去七世父母九族的祭祀牌 永世 永远祭祀在我们的祠堂里 那么同时呢 我们利用七天的祭祖 作为一个专祭 设立了这个 尊道习和贵德习 给大家提供方便 回想功德 给自己的过去七世父母 以及这个 今生父母的九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